好主播各位观众 下一期的所在位置 在台北地方法院持续来 带您关心金华城案 现在的最新情况 而柯文哲召开家庭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现在目前还是持续来开 但是根据了解 通常家庭大概两个多小时左右 就会结束 不过其实我们也知道 柯文哲一开始 是不满在侦察庭的期间 检方是有来问木可 以及其他政治现金的问题 不单单只是问金华城而已 因此这一回积押亭 会不会连五大弊案来一起问 可能会不会拖到时间呢 现在也都要等最后的结果出炉 不免就会有三个结果 就是第一个是交保 第二个是无保请回 再来就是直接被积押 会直接送到看守所 而其实不仅柯文哲 要来召开家庭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神 同样是因为金华城案 被列为贪污罪的被告 是被检方申押 而现在就紧接着柯文哲后面 就要来召开家庭 但是其实他在今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是出现了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是从医院被送回来到台北地方法院 但是律师又透露 其实他还是有频频出现一些 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主要就是因为 他当时是在北检接受复训 之后就被生压 都是在周末 因此这三天他非常的辛苦 都是吃甜面包 但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一些状况 没有盐分的情况下就造成了 那离子过低的情况 因此才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的情形 而且稍早其实已经有含了一些盐片 现在身体状况是还OK的 等一下还是可以进行 不过如果超过十一点 他想说很累不舒服 要停止的话 其实院方都会来尊重 可能会明天早上继续开之外 其实律师这边也说都会配合 不过其实这一次 检方有申请部分限约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部分限约 但你透过手板就要看到了 其实就是律师不能硬卷证 只能用手抄笔记 而且这些手抄笔记 在家庭开完就要交回给法官 律师就有透露说 其实他们从早上八点一早 就有开始来这些抄露这些卷证 一直到下午五点 等于说这过程是抄露了九个小时 而且抄露的卷证是超过了两大本 而律师也透露说 其实不是为什么会这么久 就是因为他们每一个重点都要抄 不然到时候如果被法院收回去 就会被发现他们攻防的重点 而现在他们陆续召开家庭 到底结果会如何 我们也要持续来带您掌握 以上最新百姓镜头 加欢迎给同内主播 各位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 在台北地检署外面的情形 距离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他召开家庭已经是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晚上九点 而在北检场外 是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抗议民众 他们不间断在呼喊口号 来抗议帮柯文哲声援 另外民众党的秘书长周渝修 还有民众党的发言人吴怡轩 以及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 还有黄国昌以及学姐黄静盈 都是陆续的来到了现场 他们也轮流上台发表谈话 而其中一位是资深媒体人毛家庆 他在台下发表谈话的时候 他就说要控告北检违反侦查不公开 而他在讲完之后 他也确实走到北检里面地状来申告 要控告检察官违法搜索 以及泄漏国防以外的秘密罪 而现在可以看到距离稍后 因为稍后柯文哲的积压题 恐怕结果就会出炉 而不管裁定的结果是积压还是交保 恐怕都会影响外面支持者的情绪 也因此现场的330名警力 都在持续戒备当中 以防发生任何冲突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带您来关心 在台北地检署外面的最新情形 现在是晚上7点半左右 入夜之后在外面 这些抗疫民众小草门的人数没有减少 反而是越来越多 他们不间断持续地在喊口号 还有人是高举着标语 另外在围栏上面 也有摆上这些柯P加油的布条 而在稍早的时候 他们现场也有跟柯妈妈电话连线 他们是跟柯妈妈说 要柯妈妈不要哭 不要担心 他们会继续在北检场外 来帮柯文哲加油 而他们也号召说亲朋好友 在晚上8点的时候 到北检场外来集结 就是因为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他确定在晚上8点的时候 会召开这个鸡鸭亭 也因此小草门 他们也就希望集结更多的人 来凝聚士气 而另外在稍早的时候 现在刚好是晚餐时间 这个馆长他也送了100份的鸡排 来到现场 还有这个黄国昌 他也在大约是晚上将近7点的时候 也已经来到场 并且是坐着 跟着大家一起来喊口号 来凝聚士气 另外在8点的时候 这个民众党的其他主要成员 也预计会到达现场 来和大家喊话 我们将持续为您守候最新消息 以上最新主播 任何民众只要有账户 就能够透过ATM存款 虽然每家银行的规定都不同 但最多就是一次可以存入200张的钞票 以目前最大面额2000块来算 最多就是存入40万 陈培奇把上百万存批存入 把钱存账户没问题 问题是方法及时间点 怪怪的 上百万就算最大面额 也至少要存三次 时间点还刚好 介于便当会期间 陈培奇怎么不选零贵存款 洗钱房自把他是50万才会去做审保的 利用ATM的话 如果他不是因为营业时间不方便来行 可能就感觉他如果存得比较大金 会不会是有仪式洗钱 或是其他方面的行为 为何分批掩饰什么 都是检方调查重点 因为有媒体指出 陈培奇被列为证人时 应讯笔录当中指出 柯文哲确实曾经拿上百万现金给他 却交代不清楚来源 一旦没交代清楚 就会连带影响柯文哲的下场 因为把所有的这些存部 也就是存折都交给了检调人员 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被拿来做成攻击他的武器 陈志涵嗆瞎原来柯文哲家庭连用ATM都有罪 不就证实陈培奇确实把上百万分批存入ATM 尽管陈培奇强调这上百万是包含已故夫妻留给他的钱 还有柯文哲的演讲费以及稿费 但检方针对柯文哲除了图利罪 更依公务员违背职务收贿罪侦办 代表确实查出收贿 恐怕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说我们有什么大量不明的财产来源 这个我要说这都不是事实 我的钱每一分每一笔都是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来的 强调每一笔财产都清清白白 但检联特地找来柯文哲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两位夫人帮问讯肯定有原因 夫人说没有秘密账款 只是看来检方不信 东森新闻范静文红失情 台北报道 柯文哲下一个会报道 难道是在台北的第一 雨果市场改建案吗 柯市府时期让中华工程承包下来了 但关键就在这个合约里头 特别提到了未来会加给他 50亿元的预算 被质疑是图利 图利谁 就是他背后的老板 威京集团 柯文哲任内 雨果市场改建案 被指与威京集团大有关联 医院减舒培直言 尤其山楼层减项发包 强迫寄人市府买单 就涉嫌图利50亿 柯文哲主张的财政纪律 难道指的是财团的财吗 让时任北农总经理吴英宁 跳出来还原 他当时提出能节省 10亿元的版本 竟然遭柯文哲置之不理 好巧不巧跟柯文哲 一同涉入金华城案 被深压的台北新员 应小薇 以及助理吴顺明 2017年10月8号 就曾以顾问身份 跟着到市场进行改建会刊 结果柯文哲一听马上就动怒了 一心虚就动怒 生气的说 你是在指控我们贪污吗 是指控我们多花钱吗 是不是因为如果采纳了这一个方案 符合预算的范围之内 之后他就不用减项发包 柯文哲被质疑又与财团勾结 因为第一果菜市场 严建厂商就是威京集团旗下的中华工程 柯文哲还仿呛我们说 我们是白痴议员 然后政治小丑 一肚子坏水 想要告诫柯文哲 远离威京集团旗下的很多 勾结很多的弊案 柯文哲多次动怒呛议员 恐怕就是被戳到痛处 遇过市场案也被认为是检调追查 柯文哲是否涉贪下一个伪报弹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科报导 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五点了 所以距离八点即将召开的 家庭倒数只剩下三个小时 其实现在看到的小草是不喊口号 改以唱歌的方式诉求的是 暖心柔情的喊话 刚刚其实在唱歌的时候 还有一度小草是流下了眼泪 包含了他们刚刚持续 还有在喊一些口号 以及唱歌已经持续到现在 从五点多开始 因为他们也知道 随着八点的鸡压停越来越近 追下来就是所谓的关键时刻了 里面的工坊也牵动着 外面小草的一举一动 但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是 刚刚在萧岛的时候 大概三点半左右的时候 馆长有来到现场 还花大约半个小时 以及萧岛的时候 早上是民众党的主要成员 像是黄伯昌 黄敬仪 还有张其楷 都来到了现场来立体 那接下来晚间 即将八点的这个鸡压停 主要的民众党成员 是不是会来到现场 也就备受到小草的关注 我们刚刚也掌握到一个消息 因为其实刚刚一度是比较激动的 包含了有一些些零星的冲突 所以环保局也有接受到民众的陈情 而环保局刚刚也跟我们回复了 的确的确也是接到了一通的电话 不过实际来到电场后 发现其实在检测这个噪音的时候 并没有超标 所以没有进行任何的开发等等 现在但是还是会持续来关注现场的状况 而我们再重复一次 就是大概稍晚的话 八点会有家庭 现在倒数几天是三个小时 现在看到小草的群势 也慢慢开始高涨了 所以在晚间 是不是人潮也会越来越多 警方的部署会不会再加大 都会是我们在外场 为您带来的最新状况 先把时间还给同内 一到台北地检署 问的完全不是进化城 一开始先问木可 再问政治现金 请问台北地检署 到底在办什么案子 民众两个记者会炮轰北检 但等等 你怎么会知道 检方征讯了什么 不知一说 也等于民众党帮忙间接证实 柯文哲被问了很多案 检方明正要查金华城案 实际上搜集其他弊案证据 才突袭式侦办 不仅30号一早 突袭柯文哲家搜索 连征讯也很有战术 柯文哲五大弊案 还包含北市科案 第一雨果市场改建案 台志光案以及南港转运站BOT案 更犯多案件错综复杂 简连动起来一一交叉比对 就等谁又攻出新的人 查出的恐怕不止这五案 北检回应侦查过程 处于高度浮动状态 检察官对所搜集的证据 全盘掌握后决定 侦查或讯问顺序 更强调当时柯文哲 从被连政署移送到北检复讯时 检方就询问是否要休息 当时柯文哲直接拒绝 就征讯不到20分钟 刚要问金华成案 就喊累呛说要走 柯文哲30号被约谈 31号遭到生压 都在北检和法院过夜 被生压的当晚晚餐 更只有吃面包 但以往柯文哲的政治路上 主打清廉 这回因为弊案被上铐 从居留室带到征讯室 也是柯文哲人生64年以来 首度被上铐 其实说痛恨贪污的柯文哲 如今却是被列为 贪污被告的那一人 这一铐不仅是柯文哲 十年从这以来第一回 人设也跟着彻底崩坏 端新闻 蔡渝山 尤雅馨 小宇志彭 新美在台北报道 金华成弊案 微经集团董事长沈庆金 台北市议员 应小微遭到收押三小时后 减掉大阵仗 火速赶往柯文哲住家搜查 引起法界讨论 北检为什么等不了了 检方其实办到柯文哲的部分 只能办到一半 单向的 办到图例的部分 只能办到说 为什么特别对金华成 给予这么好的优惠 可是没有办到说 是不是你有收受 任何的对价关系 所以当沈静青 应小微这边 还没有办法供出说 我到底跟柯文哲 有什么对价关系 目前来讲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办到贪污的部分 原本外界推测 沈静青跟应小微 遭到深压境界 检方应该会玩心理战 看出这两人 谁关不住了供出大咖 一般人进到了法院 进到了地检署 或进到了看守所 其实都是会非常的害怕 包括应小微跟沈静青 那大部分这些被告 刚刚才被关进去 可能还会坚守 我不说 我否认 可是一旦时间经过久了 那大部分我们遇到的被告 特别是行贿者 你本身如果愿意供出来的话 我甚至让你免刑 不用处罢 但这次检察官不用这招 而是火速逮捕柯文哲 认定他不止贪污图利 甚至还收贿 如果有办法把这个财产 把这个钱 或者是应小微 确定有对价关系给了柯文哲 才有办法直接认定 柯文哲是有跟这个案件 是有贪污的关系 也就不再只是单方的土利清华城 这位检方不放诱饵等大鱼上钩 而是直接撒网捕大鱼 掌握到关键事证 身压柯文哲 中文新闻赵一杰 郑宏申台北报 执政当局要清楚地说明 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 要做这个动作 就这样 清华城容积率弊案 8月30月中午12点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就被检联带走 肥检生压柯文哲 这场马拉松战正式起跑 主席会不会觉得很冤枉 检变过周就从31日凌晨 柯文哲步入北检复训开始 侦察庭2点左右开始 才开不到20分钟 柯文哲就说太累 想要走人 检察官认为有勾串 共犯及证人之余 因此凌晨2点多 当庭逮捕柯文哲 柯文哲辩护律师喊 监方逮捕不合法 申请提审达出拖延战术 主席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疲劳讯问 所以主席是主张说 他要拒绝夜间训问 我们会跟台北地院申请提审 31日走售10点20 简便在站开提审庭 法院在中午裁定逮捕合法 下午终于重开拖延 13小时的侦察庭 就在8月31日晚间6点半 正式生涯禁见 原本按照惯例 应该当天就会开积押庭 但法官考量 柯文哲可能不同意夜间训问 加上监方也出招 申请部分献月 让柯文哲律师 不能把整份卷证印回去 因此这场马拉松 一路又到9月1号一早 得先在8点30分 先开献月亭 再来律师月卷 绿鉴后再正式开击押庭 柯文哲关键一战 沙盘推演 步步算计 渐变一路攻防 那是我们黄浩主的 徐晨台北报导 陈佩琪作为证人被约谈完之后走出北检 来接她的人竟然是她的好姐妹黄珊珊 她一身变装没有表情的坐在驾驶座 伸出她的援手 将陈佩琪再离开现场 想必那个时候对陈佩琪来说 最大的依靠就是黄珊珊 但自从柯文哲进入北检之后 陈佩琪一切的行动似乎都有黄珊珊影子 莫不是现在民众党的走向又有黄珊珊剧本 以往蓝白河的时候黄珊珊扮演关键的角色 但最终造成蓝白河的破局 民众党要如何走下去 需要神圣的思考 黄珊珊被外界质疑的点 从过去蓝白河战犯到现在柯正营 政治现金假账案 又有金华城弊案 统统都有争议点 明明都已经被中平会停权三年 党的关键时刻却总是有黄珊珊身影 黄珊珊就是后面的那个幕后的这个常敬人 黄珊珊都是主要参与或者是了解的人 可是黄珊珊却不愿意当应变小组的召集人 整个政治的策略 还有未来如何要面对 恐怕都会照着黄珊珊的这个方向来走 陈佩琪离开北检第一晚 并不是回到大安区住宅 而是到了黄珊珊在细址的住处 隔一天不明金流的说法 就变成了长辈的首尾前 外界也质疑是黄珊珊在出主意 尤其现在民众党指控检调 说侦查不公开都是幌子 但自己却公布了检联搜索画面 被质疑双标 北市议员苗博雅也发文 同批民众党是要公开还是不公开 都是在打出司法迫害卡 陈佩琪从里面当证人出来之后 就在外面大剌剌的直接讲很多的案情 所以到底谁才是双标 黄珊珊一号一早就发文 说各种独家假消息是纵容放话 还是想未审先判罗织入罪 明明不是应变小组的黄珊珊 发言却有如拒终人 一切发展如一场戏 恐怕回过头来都是自导自演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导 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带观众朋友来掌握 目前柯文哲被升押之后的最新进诊 昨天晚间台北地检署 曾柯文哲以及彭震生 也就是时任台北市长跟副市长 这两人生压境界 因此在昨天晚间 两人是睡在台北地方法院 地下一楼的后省室 我们一早来到台北地检署 就看到在北检外头聚集小草 我们看到现在其实他们稍坐休息 不过稍早他们一度是聚集来喊精神口号 那么有些人其实昨天晚间 是没有回家睡觉的 就直接睡在台北地检署外头的人行道上 那么有些人是一早就来到这里 要来支持柯文哲 而他们也彼此喊话 由于今天可能会有超过36度的高温 气象署发布高温警报 因此他们也提醒彼此今天千万不要中暑了 我们要透过图卡带观众朋友 更详细来掌握台北地检署 公布了为什么升押柯文哲 以及彭震生的理由 我们来看看这是台北地检署 所发布的公开新闻稿 强调呢这个他们两人不止涉犯 独立罪而且还有涉犯收贿罪 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有串政以及灭政的可能 最亲本刑呢是五年以上 而讲到收贿罪 其实最亲本刑是十年以上 那么在整起案件 其实今天已经来到这一波 搜索约谈的第三天了 第一天呢是前天也就是30号 台北地检署一早发动搜索约谈 约谈两对夫妻也就是柯文哲 以及彭震生夫妻党案件来到昨天 凌晨的时候柯文哲就主张呢 他认为是拒绝夜间证讯 但是呢被检方当庭逮捕 因此呢律师马上提审要来见法官 来看看这个逮捕究竟是合不合法 但是呢后来被台北地方法院驳回 因此呢就在昨天重新呢 台北地检署召开侦察庭之后 就在晚间6点40分将柯文哲 以及彭震生两人声压觐见 那么今天是比较特别的是 早上还不会召开集压庭 而是呢会先召开一个月券庭 也就是这一次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也出招罕见呢申请限制月券 就是要避免柯文哲 以及彭震生的律师 他们看到部分人的笔录 就是要防止透过律师来串政 灭政 因此呢今天的程序啊也会比较繁复 早上呢8点半会来先进行所谓的月券庭 在月券庭之后呢 相关的律师他们月券完之后 大官月券 而且呢之后绿舰也就是见到当事人之后 才会进到集压庭的程序 因此呢最快可能会下午才来召开集压庭 那么东西新闻在这里也会持续带给观众朋友详细的最新消息